腾讯极月试月十三日训今日结束的一场季千赛 森林郎在比赛中卡下121分的高分 不过他们仍然输掉了比赛 他们让对手熊鹿拿到了143分 其中埃德托昆博更是拿到30家的三双赛后 森林郎球星唐斯表示 球队目前的状态非常糟 他们不能被羞辱 战皇杜兰特罗修库里但接16分胡人两将遭虚逐 聂转勇士唐斯在后塔严球队状态糟糕 今日比赛之前 唐斯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森林郎球员们对于今晚的比赛感到兴奋 激动 不过从比赛的过程来看 熊鹿显然是更兴奋的那支球队 字母哥在内线于取于球 拿到32分12个篮板 十次助攻三个产断一次盖冒 唐斯在比赛中发挥不佳 他九投二中紧紧贡献 8分4个篮板一次盖冒 本场比赛 唐斯受困于发挥麻烦 对此他表示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年或者第二年在一起打球了 现在没时间进行抱怨 我们没有时间了 犯规就是犯规 专注到下一个回合就行了 现在我们需要对自己有一种自豪感 我们不能再像今晚这样被摧毁 为问及为何无法整场比赛都保持很高的强度 唐斯回应道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就告诉我吧 被击败是正常的事情 联盟中的所有球队 不管你是金周勇斯队 还是1995到96赛季的公牛 你都会输掉一些比赛 但你不能被羞辱 那是不可接受的 输掉这场比赛之后 森林郎在季前赛中遭遇四连百 除了糟糕的赛场表现之外 场外他们也正遇到一些麻烦事 巴特勒目前正寻求离开球队 森林郎迟迟无法找到和事下家 唐斯说的 我们没有时间这么说 啊 没事 现在只是季前赛而已吗 我们目前的势头非常不好 风轻扬